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故事主角 在过去也有一段荒唐的岁月 但是前一阵子他的这个举动 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 却在网路上面 暖抱了许多网友的心 刚切好的新鲜白萝卜 放到特制的汤头里 再加上一大把宜兰的葱 开始熬煮葱烧牛肉汤 牛肉每一块几乎半个手掌大 都是用传承了三十多年的卤汁来炖 汤头 汤头很浓厚 然后肉也很大块 就是它比较特别 就是它的肉很大块 然后面也很平 吃很滑 用饱食感那种吃起来会很充实 肉也分量很够 很大块 老板的名字叫潘宗佑 虽然这样说大块的肉还是照样放 而且门口还挂着一个新型雕饰 告诉大家店内免费提供爱心餐 而这黄色爱心材子曾引起了一家人的注意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跟妈妈还就是真的蛮恶的 然后可是刚我经过的时候有看到待用餐 然后妈妈就是我们就是跟妈妈讲说就是要不要进去 妈妈就是妈妈就是说看也就是看里面好像有蛮多客人 然后我们就就是又稍微走进来 然后后来又走出去 就很不好意思 老板就是才出去看我们 就说赶快进来 赶快进来 老板请问你们有带用餐可以吃吗 我说有啊 你要吃带用餐 我说对啊 我说带用餐你就进来就要说看里面有那么多不好意思 我说不会啦 走走走我就带他们进去 那个最小的妹妹她就是很想吃 就是说我想要吃牛肉扉 妈妈就说不要啦 凉春面就好了 有没有没有 我跟她说 没关系啦 我煮什么了 你就吃什么嘛 结果老板送上了三碗大份量的牛肉面 让他们母女三人也尝到了店里出名的大块牛肉 进来的时候老板跟那个老板娘就是很热情的就是招待我们 就是很像一般的客人 就是看起来很像很凶啊 很像很凶对不对 那个是她的人超好的 她又隔天还帮我去我家看一看这样子 她就感觉老板很温馨这样子 感谢叔叔和阿姨热情地请我们家吃美味可口的牛肉面 让我们家可以在大火牛肉面的店里吃饱饱后回家 真的非常感谢叔叔和阿姨 我们会将这一份恩情永远记在心里 也会把爱传递下去给需要的人 这个暖心的举动全到网路上让所有看到的网友都感动按赞 后来潘宗佑还跟几个朋友凑出六千块 到周妈妈家送给他们 让母女三人又惊喜又感激 但其实这些异曲对潘宗佑来说是他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对啊 像有一个游米娜伯也是他还是 他差不多两三天就会来一次 他来我就知道他要谈我说你要吃饭还是要吃蜜 他说我要吃饭 黄佛 你要吃饭 他说要带走他把滷肉饭 他说我今天想吃馄饨汤 我说好 我放个馄饨汤给你 你给他滷肉饭你给他放一个牛肉 他也是很高兴的 可是滷肉饭你给他放一块牛肉上 他说我今天要夾这些肉饭 我再说我给你夾放一块牛肉 好 谢谢 谢谢 他们也很欢迎 所以真的 不要认为说 一碗面 一碗面有多伟道 而且说人家吃得欢迎 我们自己生活也这么痛苦 这样 喝了喝了 潘宗佑身上穿的亮红色T-shirt 写了消防队三个大字 原来他还身兼宜兰市的益销 随时协助消防任务 客人说有时候潘老板 面煮到一半 还会放下自己的生意 跑去救灾 一天为了没有钱赚的事 过得很忙碌 但其实潘宗佑在多年前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他转变的原因 潘宗佑每次自己想起 都不禁流眼泪 我小时候我就 好像记得吧 我都跟老师人什么 我家开电机行嘛 我又把那个铁锅放在书包里面 结果老师打到我们家里 我跟他说要去学校 要去批老师 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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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就很疲 长大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那个过程 自己想一想 无知 潘宗佑身为家中唯一的儿子 爸爸妈妈对他的期望很高 但他从小就惹麻烦 后来上了高职 还学起人家放高利贷 那个时候我晚上要在读夜间部 还是有去念 对 在读夜间部 可是 那时候我晚上要在读夜间部 可是根本就没有在读 去外面都是在玩的 在学校都是在玩 交朋友 就交朋友 一个朋友 朋友他有在做 他做 就是放糖衣袋 人家收的地价全装 他就说 这两年了 一天要花整千块 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 那个... 你在民国八十几年 八十一年左右 那些人说 一天花整个钱都没有糖 你一个月下来 甚至要赚个十几万 对那个时候的年纪我来讲 就... 又不用干嘛 整天就是出去收款 出去收钱 去过去就怕 出去收钱嘛 收钱就是开着车 四处跑 晚上就是 去一些比较深色的场所 或者是一些舞厅 什么 就在那边 饮酒做乐这样 父母看不下去 苦劝儿子找个正当工作 但当时年轻气盛的潘宗佑 只嫌父母烦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反正就是 想出去就出去啦 爸爸妈妈跟他讲 他也不高兴 对啊 一讲的话就要吵架 爸爸跟他讲的话 一讲就要吵架 那个时候赚的钱 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 滑在哪里 你根本就不知道 就花光光了 就花光光了 对啊 一个月我... 那个时候有刷过一个月 单单在酒店 就花了差不多二三十万 对啊 去到那边 就是跳舞唱歌啊 就是花钱啊 喝得烂醉 每天白天才回家 潘宗佑曾因为去当兵两年 暂时停止放荡的生活 但是服完兵役之后 没有人生明确方向 他又重操就业 两年而已啦 出来之后 社会上 你再踏入社会 跟以前那些朋友在... 在会合了之后还是一样的 其实我也遇到过说 性能在家里真的 你看那个小朋友 就躺在地上 就是父母... 父母跟老婆婆 都可以走路了 家里的小孩 村三个小孩而已 那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我们去人家的时候 你又看那个小孩 好像蛮可怜的 真的蛮可怜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虽然说 我们在做这个行业 但是也是会引发一点 测影之心 有到也是跟朋友 两三个之后 就要脱下 结果老人真好 结果 要是老子 结果留两千块给他们 再去买东西吃 即使他当时凶神恶煞 内心中也有一点关怀别人的想法 就这样 过了几年 环境不景气 他不再月入十几万块 他发现所谓的朋友 竟然渐渐远移 有时候其实朋友在一起 久了之后 你都会有一些感觉 我们好像放箭霸 对不对 以前你 你小酒你喝的时候 大家咪咪咪咪 当你出事的时候 当你真的辛苦的时候 有人要聚 没钱的时候 没有人要聚 当时潘宗佑接近三十岁 渐渐看出来 他的生活很空虚 金钱也如同浮影 说没有就没有了 他终于想要找一个建当行业 只是后来几个零散工作都做不久 爸爸看到他还是摇头 整天就是一直 一直这样 叫我不能怎样 不能怎样 我也是忘了 那次我有什么事 我真的是忘记 然后 大吵 大吵之后我就 回家之后 就把饮水机整个都翻掉了 我爸就下来 下来之后在骂我什么 我记得我推了他一把 结果他跌倒了 跌倒的时候 后来就 后来就 后来着地或干嘛 我那时候我才吓到 我想说 我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怎么会这样 那时候我自己 那时候整个人会 我不能害怕他 结果我妈下来之后 就给我一巴掌 爸爸这一叠 让潘宗佑清醒过来了 当时潘宗佑已经三十岁了 还让爸爸妈妈如此伤心 他就跟我讲说 以后我们两夫妻就要互相 这个侯子好像靠不住了 他就这样讲了 我跟他爸爸好像很伤心 爸爸妈妈当下觉得不如当作没有这个儿子 潘宗佑终于看到自己的荒唐 这才下定决心要改过自新 但是他能做什么呢 以前年轻没有学习一技之长 但他想到自己即使在讨债期间 亦有机会还是喜欢帮助别人 或许他需要一个服务性质的工作 他辗转找到了一个 在长照中心的工作 开起救护车 接送老人去医院门诊 慢慢推着老阿嬷的轮椅 陪着孤单老人家说话 他第一次感到 他找到了人生方向和喜悦 如果我在长照中心这段日子 可以说是我爸 那个时候才慢慢慢慢对我说 你中生会找到一个 更稳定的工作 然后去到长照中心的时候 你就让你更能看清楚的 一些人生百态 身体识别啊 人情温暖 对啊 人情温暖 看好多好多好多 本来和爸爸的关系几乎决裂 开始去长照中心服务之后 这好像是潘宗佑第一次 能够让爸爸感到放心 而潘宗佑还决定加入 爸爸参与四十多年的宜兰益消 自此之后 和爸爸情境了许多 我们做这些事情 你慢慢慢慢去体会到说 你有办法在火场 你一生当中你有办法在火场 救到一个人 还是在灾难市场 你有办法去救到一个人 那真的是你这一辈子当中 最大最大的功德 让我同意叫一个人 你会说 那种感觉吧 就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你在灾难现场 在火灾的现场过干嘛 当你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 外面人家的眼光在看着你 你会觉得说 那种感觉 跟以前人家看到我们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以前人家出名好好的关系 人家看到我就知道 这不嫁了 整个小孩这不嫁了 潘宗佑感觉到 别人看他的眼光都变了 原来和爸爸一样加入益销 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改变 他也因此认识了真正的好朋友 有一位益销朋友 本身在开餐厅 潘宗佑心想 或许也可以学习朋友 做餐饮生意 但要卖什么好呢 他想到了 从小到大就爱的面食 你跟饭跟面的话 我是跟别人吃面 对啊 因为面真的是 好像是 好像成为主食了吧 一天当中 最少要吃一餐吃面 所以从小 我就是吃 舅舅他们做的面 跟妈妈他们做的面 就吃习惯了 潘宗佑决定开一个牛肉面摊 用的面就是妈妈家人亲自做的面 潘宗佑曾经是不听爸妈话的浪子 没想到现在年纪大了 要认真做事的时候 想到的都是爸爸妈妈 小攤子就在宜蘭东门夜市开张了 虽然只是一个小生意 但潘宗佑和家人都比以前过得更开心 那时候我都记得我儿子跟我讲说 他们学校就是有同学 都会把那个营养午餐带回家 带回去当晚餐吃 我说是什么 他们好像是单亲家庭 他妈妈好像是在餐厅办家工作洗碗 可是晚上就跟他姐姐两个人 就是学校带回来的营养午餐 我说没关系 我明天跟他讲说 如果那边下课要吃东西 我这样来这边带 有来 有来几次 可能带回去跟姐姐一起吃 我说你要是回去的话 你下课来这边来叔叔这边 你就带两碗面回去 他们就会过来 对啊 就这样我就觉得也不错 帮助好像也蛮快乐的 看到儿子的同学一家人 晚餐有热乎乎的牛肉面可以吃 潘宗佑内心感到莫名的满足 他想到了同年看到爸爸 总是默默行善的往事 好像幽默了什么 没钱 去我家 他不然 看着我爸爸 我爸爸要求一百 我爸爸也就一百五千 因为他一生 说真的 在一销服务的四十七年 我会想说 把他当初给我的 他教我的 他跟我讲过一句话 我们今天有十天赌三天 先过你阿伯你在困难时 小时候没有想太多 现在他体会到了 失彼受有福 潘宗佑开始在他的小面摊上 成立待用餐 煮着妈妈家传的面 搭配着爸爸行善的风格 开放给任何需要的人 浪子不仅回头 还要回馈社会 不管孩子做了多少的错事情 做父母亲的 永远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 说老子现在有长大了 长大就好了 让他自己慢慢发挥 潘宗佑认真打拼 在夜市的面摊子做出了口碑 于是决定自己开个小店面 小本生意店里人手其实不足 常常快忙过来 但是他还是继续参加益销 随时带命支援 爸爸当益销做了四十多年 不曾间断 他也想要跟爸爸一样 有一次我认真看我爸坐在外面 跟我家一只狗 跟我家一只小狗 我爸就坐在一张椅子上面 然后再看外面这样 然后一只小狗在外面 我就 我只要说我坐在家里面 我就看到我就觉得 蛮感伤的 你觉得他老了吗 老了 你跟他... 对啊 他... 你在家里面我都看了 不要说 不要说 你跟他... 让他... 让他... 一群羊这样 由我很多人这样 我那个时候才真的感觉到说 我... 我怎么会败 我们怎么会这样 真的 我们做这么多事情 让他伤心 可是他还是没有放弃我 我... 我说真的 我要开这家店 他... 二话不说 他拿了差不多十万块给我 他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 你... 吃到... 要四十年了 你也要去做 你也要自己去做自己的事业 绝对不要再放弄 你要做你就好好做 因为我之前是在夜市那边 其实我在夜市那边的时候 他都会... 都会... 他都会来看 其实他都会... 他都会假装经过 我都知道 其实他有时候在旁边那边偷看 其实我都知道 其实我... 我感觉出来他是 他是... 很关心我 我知道 他的故事 我爸的故事很相同 现在有人这样 跟他这样 跟你关心 那种感觉而已 我们就认为 我是一个女孩 我就有辦法 你不要这样跟我说一说 我爸会生那种 其实...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就是... 嘴巴讲不出来 所以我就... 就感觉出来说他... 他... 就是很关心我 就感情烂 所以说我在夜市那边的时候 他都会常常... 欸... 晚上都骑电动车 咻... 就过去 他看着有人还是没人 对... 他都看着有人还是没人 他说有啦... 够减嘛 他说有啦... 有就好了 他就自己电动车骑了... 骑了... 后来潘宗佑的爸爸病逝走了 身边少了一个会骂他 但又偷偷关心他的人 他一度感到很迷惘 但他知道 能够纪念爸爸的方式 就是继续发挥助人精神 潘宗佑除了在自己的小店 提供爱心待用餐 也和打火兄弟一起成立 一销的爱心基金会 救助因为灾难而发生变故的家庭 有空的时候 他还是会回到之前工作的长照中心 陪老人聊天 现在的他喜欢把空闲时间 拿去服务更多的人 以前年轻时 每天花天酒地睡到中午 现在每天一大早 就去舅舅的店里买面 去市场补菜 而他以前是街坊出名的坏小孩 现在成了救灾现场 民众敬佩的义勇消防员 他感受到了真正的转变 也感受到了真正的快乐 他的家人朋友 也都终于能够为他感到开心 或许一直以来 不自力热心行善 还是真正的自己 不自力热心行善 也想要去做 这些人朋友